他电线被吹了 又粗又壮的强龙卷风 强袭高压电线后 引发电力设施爆炸 多次发出巨大白光和强烈火光 27号下午 大陆广州突然乌云密布 三级强龙卷风 把许多厂房铁皮屋顶掀翻 路数连根拔起 许多民宅也严重受损 同一时间广州也降下 大量拳头大的冰雹 有工地顶部的砖瓦建材 被砸到损坏 发出巨响 还有路边轿车玻璃被砸碎 有网友说冰雹重量达到250克 从高空砸下就如同子弹攻击 受到雷雨云团影响 广州刮起十级阵风 有村镇厂房屋顶垮塌 停水停电 27号一天 广州遭遇龙卷风冰雹 暴雨夹击 官方初步调查 造成至少5死33伤 和141间工厂受损 气象预报 广东天气持续不稳 27个地区已经打破 历年4月降雨的记录 未来三天出现大雷雨的几率 还是很高 TVBS新闻消灭镇 李明珍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